注意看,眼前的这个怪物大吼一声,不顾旁人的劝阻,以自己的肉体来阻挡敌人,保护友军 说实在话,这年头能舍生取义的怪物真是活久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上回讲到,小美二人结束了到期的旅行,前往虚迷的途中来到岑岩巨渊 二人刚进入岑岩巨渊底下就遇见了老朋友,戴因斯雷布 小美急忙问他,你当初追着我哥进入传送门,怎么样,追到了吗? 戴因斯雷布说,我当初但凡摸到了他的一根手指头,我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单身 小美随即给了他一郎头大喊,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姐夫 小卡拉米感觉哪里不太对的样子,突然发问了 可是小美的哥哥和你一样是男生啊 戴因斯雷布老脸一红,随后突然大喊,有个二五仔在偷听我们讲话 于是戴因斯雷布转过头去,朝着一个怪物问道,你是谁 不说话是吧,辣椒水伺候 这是小美拍了拍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怪物没有嘴巴 这个问题直接给戴因斯雷布干沉默了 于是三人继续往前走,发现一堆Q个人坐在一起 小卡拉米说,这我知道,这是Q个人的养老院 关爱空巢老人从我做起,从大家做起 突然小美三人被一群怪物包围 小卡拉米问道,你们是Q个人的子女吗 你们怎么忍心把父母丢在这里的 正当准备战斗时,那个熟悉的怪物又出现了 对着手下嘀咕几声,于是怪物都撤退了 几人突然发现,这个地方一切都充满了谜团 三人继续往前走时,在路边见到了一束花 小美凑上前去闻了闻,随即表示 我在她身上闻到了我哥82年的汗臭味 古有闻相识女人,经有小美闻臭时男人 突然小妹被臭出了幻觉 脑海中浮现出哥哥和深渊教团的使徒 从两人谈话中知道了深渊使徒奉命要开启一个装置 这个装置可以让附近所有的Q个人当场去世 逃避诅咒带来的痛苦 简单但因斯雷布曾经告诉过小美 Q个人是凯瑞亚时期的人受到诅咒后变成的怪物 这个诅咒是解除不了的 突然,三人看见不远处的深渊使徒在操纵一个仪器 小美大喊不会有错的 他们是想给Q个人安乐死 只见强光大作 装置被开启 顿时所有怪物都感到莫大的痛苦 他们的生命在流逝着 小美二人却屁是没有 随后转过头 发现戴因斯雷布一脸痛苦 破案了 戴因斯雷布也是Q个人 仿佛间 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那个怪物 只见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却仍然一步步往前走着 他为何要守护着那些Q个人 即使代价是自己的生命 只见他一个闪身扑向装置 戴因斯雷布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熟悉的画面 随后装置成功关闭 但黑蛇其实也失去了身心 正当戴因斯雷布准备转身离去 突然身后亮起光芒 一个身穿几百年前服装的人影出现在眼前 原来戴因斯雷布是500年前 坎瑞亚灭博后幸存者 靠着诅咒的力量存活至今 而眼前这个人影则是当初他的手下 坎瑞亚的灭顶之灾导致他受到诅咒 变成了怪物的模样 但他500年来一直铭记着当初戴因斯雷布对他的命名 守护好光明 此时戴因斯雷布向他致以最高的荣耀 但一缕残魂实现一道 三人望着如此伟大的生命魂归高天 曾年剧院的故事还未结束 小美又将遇到什么故事呢 小美又将遇到什么故事呢 没事 对 陆井